下面给大家演示一遍 这个杂粮煎饼的摊制手法 首先面糊一定要调到这种状态 柔软与弹性 面糊的放置方法很重要 四个角放在它的右上角 一定要放在右上角 刮本给它刮下来 要快速地给它刮起来 不要在这停断 然后刮的时候45度 不走重路 这个煎饼刮得越薄 口感越好 刮上以后不要停 打开一颗鸡蛋 蛋黄敲碎 敲碎以后跟我们刚才 他们的手法一样 从右上角 然后沿着这个锅边 均匀的给它 摊上一身 咱们给它放上搭配的食材 从咸菜 香菜都可以 铲到搞这个平的锅边 不停顿的往前走 铲到左右给它铲 看到没有 左右铲下来以后 给它叠入三分之二 听到没有这个声音 然后刷酱这一步 一定要算 放在中间左右 刷烟以后生菜 有的地方放 有的地方不放 给你自己对盘往里 这个薄脆根据自己的地方 一片两片都可以 因为我这个薄脆是自己做的 成本很低 所以我一般都放三片 这样铲着 它往里捲两片 看到没有 这样折出来 从中间一刀切下去 然后往下拉 对折 这个咱们建议们做好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薄儿如酥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